福特庫卡Vinale售價來到了126萬9 126萬9的國產車 你會覺得會不會太貴 其實真的開了之後 包含它的隔音豪華質感 真的有那個價值所在 先帶大家看這個義大利文的意思 它的發音很多人都會唸錯 它就說Vinale 早在了77年前 Vinale是一個專門做改裝車廠 以豪華質感著稱 它在1973年的時候就被福特給收購了 但是冰藏雪藏了非常多年 一直到了2013年的福特 總算再度把這個Vinale 變成它們裡面頂級車系的一個稱號 而且台灣這邊呢 是除了歐洲以外呢 海外唯一一個有生產Vinale車型的國家 它包含了前面的三腳架 這個搖壁 它本身也是鋁合金的 前後夏日幣一旦是鋁製的呢 它避震起來的反應格外的輕快 它配上了這個20吋的銀灰色的雙色切削鋁圈 非常非常的漂亮 重點是這台車126萬9 所要配上的輪胎 是2454520的馬牌PC6 這個輪胎部分呢 我覺得福特六合也非常非常的有誠意 這個波浪狀的水箱霧灶 若是STLINEX的話呢 這裡就是流霧黑的 但它就連下面這裡呢 也是鋼琴烤漆面的 側邊這裡有一個新增的 J型的霧燈的飾條 所以要辨識這個Vinale最頂級車型呢 看它的行李加銀色 窗框銀色 下面銀色飾條 我的最棒就是鋁圈的配置 最新的這Vinale的搭載的椅子呢 它是很多像是Land Rover接管一樣 會搭載了溫紗皮革座椅 而且呢 前面雙座都是有十項的電動調整 而駕駛座證明呢 有三組的記憶 質感好非常的多 還有包含呢 它的門把這裡呢 也是鋼琴烤漆 音響是B&O的 方向盤這裡呢 也是鋼琴烤漆面 它裡面這裡呢 變成一個木紋飾板 但這個木紋飾板呢 看起來好像很立體 但是摸起來是全平面的 我個人覺得 這木紋飾板呢 在現在喔 尤其像這個KUGA車型上面呢 這個就不必要了 維持呢像是卡蹦飾板或是銀色飾板呢 會相對比較好看一點 前方這裡呢 則是12.3吋的數位儀表板 它一樣有多重的變化 舉凡是運動模式啦 繁華模式啦 雪地模式啦 標準模式啦 節能模式 這個呢 跟其他的KUGA都蠻類似 也是最頂配 同樣是Vinale車型 KUGA VINAL的搭載 還是這個8吋的SYNC3 就不像Focus上面搭載SYNC4了 SYNC4是13.2吋 這個部分還是8吋 不過呢 它有些東西呢 都還是標配喔 像是原廠的導航 以及呢 它裡面可以控制 包含的這個駕駛輔助系統 COPILE 360當然是大全配 以及呢 它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之外呢 它也有360度的環境 它的空調還是維持這個實體按鍵 但SYNC4呢 整個移到了中間的螢幕去了 有些人不喜歡那種螢幕裡面 透過螢幕去控制冷氣的感覺 實體按鍵的空調還是比較棒的 整體來講呢 質感不錯 但如果這個頂篷本身呢 能夠呢 比照歐洲車是這個黑色頂篷的話 質感會更棒 當然它也搭載這個面積 非常非常大的全景天窗 這台福特的KUGA VINAL 它終於是客車認證 什麼是客車認證呢 就是呢 過去你看到很多國產的休旅車呢 後面新車打開 這裡後面會有個鐵桿 這邊也有個鐵桿 那是所謂的行李的 這個防傾倒防撞的鐵桿 因為呢 很多國產的休旅車都是客貨車認證 但是這台福特的KUGA 最頂級126萬9的VINAL 它是客車認證 它不需要那個中間這個鐵桿 好處就是 今天你這個福特KUGA的後座 舉凡是它的前後滑椅 以及呢 它的椅背 有多段式的調整 完全釋放它的空間 再也不用去拆鐵桿 五年後擔心要驗車的問題 那後座這裡呢 一樣是這個溫紗皮革的座椅 一樣有後座出風口 但講到後座出風口呢 最新發表的福特FOCUS 後座出風口取消了 因為呢現在最新的FOCUS呢 都是比照歐洲規格 所以台灣規格 有後座出風口就是讚 它後面置物空間呢 先給大家看的是 剛剛講的隔音工程 它這裡呢不只是一個熔布而已 它下面還有一塊厚厚的隔音棉 這個MVH工程隔音工程 真的非常棒 完全不像國產車 這個真的所有國產車廠都要學習 後面不要讓我們打開看到板機 超級厚的引擎蓋隔音棉 一般來講呢 很多車子呢 打開之後呢 都是一塊薄薄的布 但是它真的是一塊厚厚的隔音棉 而且這隔音棉呢 這麼厚的狀況之下呢 它就連關引擎蓋的聲音也不一樣 你聽喔 碰那種聲音 跟一般呢 你在開日系車 開關引擎蓋的聲音是完全不同的 它的防火牆的隔音棉 一樣是超級厚的一塊 跟這個上面的是銅材質的 一樣是超級厚的引擎蓋這個擋火牆的隔音棉 這非常的讚 葉子板裡面也有厚厚的隔音 所以呢 Vinale它開起來呢 真的安靜非常的多 從現在開始啊 台灣的福特車系 最高階的品牌已經不是ST-Line X了 而是Vinale 就算呢 它已經搭載這個20吋的鋁圈 以及PC6的馬牌輪胎 但是胎罩反而變小 由此可見 福特原廠針對這個KUGA的Vinale 它的隔音工程 NBH工程 進化有多少 過去ST-Line X250呢 它是相對比較硬朗一點的 但在這個KUGA的Vinale上面呢 我覺得它過彎的支撐度呢 依舊是有 它側傾幅度很少 但是那個處理碎震的感覺 好了非常多 這個2000cc的直列四缸烏輪增壓引擎 一直是KUGA呢 對比這個同級的對手一個強項 尤其呢 全力加油門 雖然說呢 它的車重也來到了1670公斤 但是呢 它250匹 38.7公斤的扭力 當然沒有輕油電啊 沒有其他一些電子配備 它就是單純的渦輪增壓 但比起日系對手 像是1.5的渦輪增壓引擎 或者是油電 或者是2400的自然進氣引擎 這個KUGA動力 依舊是它的強項 你要享受動力 當然就要接受油耗 在KUGA的Vinale 它的平均的油耗 1公升呢 可以跑12公里 但市區呢 1公升呢 是8.85公里 高速公路上面呢 1公升是15.1公升 這個部分呢 比起了日系的對手 尤其是油電對手 這個油耗數字呢 相對就比較高一點 但如果你要買的是像是 最新發表的福特 這個Focus的Wagon 還是要買這個KUGA的Vinale呢 我個人覺得這就有點要心理天人交戰 因為呢 KUGA動力比較強 但是它沒有SYNC4 同時呢 它的頭頂部分也不像最新改款的 Focus Vinale Vinale家族裡面 Focus那麼頂級的 Matrix LED的頭頂 但如果你喜歡的休旅車的高度 然後呢 你又喜歡的是 250匹強勁的動力 我相信呢 這個福特庫桿的Vinale 一點都不顯老態 而且甚至 它開起來那種質感 真的 大概就是180萬到200萬的那種 歐洲進口車的感覺 接下來感受一下這個Vinale KUGA它的後座乘坐感覺 第一個是呢 它的避震器 我覺得坐在後座呢 它避震器的硬度還是夠的 但比起的運動化的ST-Line 真的是緩和了不少 而且那碎震處理的感覺 那後面那個備胎式裡面的隔音面 真的到後面那個排氣管的 轟轟轟的聲音 你知道嗎 休旅車後座都會轟轟轟轟 很吵很吵 但是KUGA後座不會 我覺得後座安靜程度非常的棒 再來是呢 一個最重要的改變是呢 這台的KUGA VINALLE 它是客車認證 所以我真的後面 包含了我的椅背 我的椅面 全部空間大釋放 再來不用擔心 我這樣往後躺的頭 會去敲到後面 那個客戶車認證的體驗感 這是福特KUGA VINALLE 後座最棒的感受 中天嚴選商品真的是很讚 我告訴你 我自己的年終獎金都花了不少 全部都是在中天快點購來選購的 而記得喔 如果要很棒很讚的優惠的話呢 記得要輸入素人士這首小豬 CTI555的代碼才能夠有非常棒的折扣喔 真的啦 買了啦 中天快能夠趕快上去買喔 每週一週五晚間九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 套中拔展一張 豬哥奶油車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請你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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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